张汉用实力告诉我们一部评分2.2分的神剧是符合产出的 某这场综艺上张汉强调拍摄这部剧时 每天都在高强度工作 力求仿生片剧的最佳拍摄状态 我们当时就是那个拍电线下面请立正的时候 你除了保证就是最好的拍戏的状态以外 至少12个小时 第一天我拍了23个小时 不只是拍摄的工作就连后期执行 他也要严格把控 这段时间就定期去机房看片子 你要对整个的片子的整个的风格拍摄质感就有一个把控 而张汉是怎么审核片子的呢 他将每一个细节落到极致 连一片雪花都不放过 它是这个雪花 不是落在他肩膀上 落在他睫毛上 我觉得雪花肩膀看不太出来 没有你坐一个这样一个 掉到这儿 背景音乐也要精准到美的点上 你把那个角能不能卡一下那音乐的点 有没有一个就是往下这样掉下来一点 所以说汉做的美部剧必须认真看的 不然雪花落到哪里 音乐卡的哪个点 我们怎么知道呢 他不仅严格要求自己 甚至还带上实习生们一起审篇 一开始实习生们兴致不过 星星也读出来了 水 行能水 实习生可暧昧 保持着工作状态 时刻捕捉张汉的微小举动 不忘宣传一番 他们都不敢怠慢 时不时还要在后面做笔记 同时张汉还会转过头去点拨细节 就这样一击又一击 实习生们困意来袭 但张汉还精神抖走 那天我们在机房一坐就是六七个小时 汉哥还能饿此不疲的审篇 就从来没有想象到 就是一个男演员 在机房里去盯篇 然后还对这些剪辑 有很多自己独到的见解 他因为这部剧付出了许多心血 甚至在每一个综艺上各种宣传 和拉着别人看自己的主题曲 我们四个人唱的 我们 还有我们 为了彼此奋不顾身 救救我 救救我 这部即是在这个主题曲如此认真 在其他综艺主题曲也已是同仁 在录音棚里 音乐老师多次纠正唱法后 张汉认为自己的音色不合适 多次调整老师的版本 现在的感觉还是太 太荡了 我觉得这首歌不是高兴的 因为它编曲上面 就是它古典都是很跳跃的嘛 但是就这么唱还是要连贯 刚才我唱了你帮我放下 每个人都在给自己打工 挺好听的 挺好听的 可能这也是为了主题曲 更加契合他的霸总形象吧 带领实际上班 拍摄公司训练片时 张汉也发挥出 他的科班实力 主动倒戏 演员的动作调整好后 摄影师也没有套过 张汉的手掌心 张汉在这个讯传片里 担任导演编剧和摄像 简直史上全能 拍摄过程时也没懈怠 坐在旁边把控好每一个细节 绿球片子做到完美 张汉的实力不容小觑 毕竟五年磨出一个 2.2分圣局的人